最终成了专门为当地百姓耕耘步履的五爷 这儿呢是五台山脚下的一个村 这村里的老百姓年年都有请戏的风俗 要多多唱戏 因人求得风俗雨俗 您瞧见了吧 戏里的这位精脸 扮演的便是当地老百姓最为崇拜的对象 五爷 传说这五爷呢是广季龙王的五太子 这位于五台山海拔三千米的广季龙王祠 就是当地百姓专门为他修建的 后来呢 为了更多的百姓 他上香方便 便把这五爷从北台顶上 请到了山下的五爷庙 当地夏天是酷暑难耐 百姓更是虎不堪念 五爷喜爱听戏 当地百姓便请戏给五爷听 保佑他们年年风调雨顺 朝复人亿 五台山过去气候酷热 久汗无雨 在民间还流传着一个文殊菩萨求语 到龙宫请清凉时的传说 百姓平谱交加 度日如年 但借石头一用 龙王呢 虽不情愿 但菩萨略施小计 把清凉时 变成了一块小石子 带到了五台山 性情暴躁的龙王五太子得之后 便向文殊菩萨来讨要清凉时 但无奈 还是被菩萨降服 最终成了 专门为当地百姓 耕耘不语的五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